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从小读三民主义 复联会创会的宗旨里面 我们也是一个信奉三民主义的组织 所以能够有机会邀请到Charles Wong 报复孙中山先生的第四代的孙子 到我们中间来是一个极大的荣誓 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人读的三民主义都是中文版 很少人听过用英文演讲的三民主义 听过用英文演讲的请举手 有一两位我是在网络上面跟Charles有几次的交谈 知道说他不但是国父的第四代的孙子 应该说曾孙 同时他自己个人对于三民主义反复思想 不断传播对他有非常深刻的体认 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尤其是他穿着跟照片上国父一样的衣服 或许你可以想想我们穿越时空到了当年 当国父在全世界奔走革命的时候 他也是一次又一次的用他全部的心力 在倡议一个民族民权民乡主义安和乐利的新中国 是摆脱了列强的载质 突破了制度的限制 而是以全世界的大同为核心的一种思想里面 Seng Zungsan founded the Xin Zonghui 他的第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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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s making Hawaii into the 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So this is the bronze statue of Dr. Sun Yat-sen in Chinatown in Honolulu It was a gift from Kaohsiung City which is a sister city with Honolulu So this statue was a gift from Kaohsiung in 1976 and then the artist of the statue is Chen Yifan who sculpted the bronze statue of Sun Zungsan in Guofu Jinyan Guan So in 2007 we dedicated a new pedestal for the statue 这个底座是八角形的 有三层的 所以有二十四面 这个圈中山的思想的内容 So on the very bottom is 八德 中小人爱 新一和平 and on the top part is the 八目 各无知之 曾以增行 习生 祈祷之国 跟天下 我们当然可以讲 孙中山先生 他不是一个圣人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伟人 我觉得如果说 二十世纪 要选一个华人的代表 那毫无疑问 就是孙中山先生 所以他基本上 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 那更重要的对我来讲 我觉得孙中山留下了一个 庞大的精神的一个资产 我自己也写过一本 孙文思想基本读本 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因为要写这本书 我反复地把孙中山 所有的演讲稿 跟他文字都看完了 看完以后呢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是 非常佩服 因为一位先生 可以在百年前 就看到了中国的 所有的问题 而且提出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常常讲 孙中山他作为一个革命者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他不只是革命 还要建国 也就不只是推翻满清 其实还要建立 整个民国 推翻革命 是一件 比较简单的事情 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 也同时提出他 他辉红的一个理念 跟一个策略 要建设这个国家 所以他是救国 跟治国 是同时在并进 那我们从他提出的三个 最重要的三民主义来看 他所提的民主主义 就是要解决 当时中国 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被列强所压迫 中国人为了赤子兵地 但是他更了不起地方说 他说 孙中山先生说 他所提出的民权主义 跟民生主义 他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 因为民权主义 跟民生主义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所存在的问题 可是当时中国 还在革命的阶段 正在建国的阶段 这些问题还没有发生呢 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都已经开始在思考 孙中山先生自己讲说 他说他的三民主义 希望能够 他的革命 希望能够必其功于一义 也就跟世界上 所有的革命不同 有的革命只是民族主义的革命 有的革命是民权主义的革命 有的革命是民生主义的革命 可是孙中山的革命是三民主义的 整个要把中国变得更好的一个革命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那你从孙中山在他的思想中 他所提出的问题 到今天的百年以后 我们看的还是存在的 孙中山谈到的民族主义就讲 我们的民族主义 绝对不是西方的民族主义 西方的民族主义 大家现在看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国家主义 后来变成了帝国主义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种弱肉强食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 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 所以孙中山特别提到 我们在恢复我们民族主义的过程中 我们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科技以外 我们要唤醒我们自己 传统的文化的美德 包括宗教仁爱 信义和平 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 修称 齐家 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孙中山在谈他的民族主义里面 其实笼罩的都是一些中华文化的影子 那他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毫无意味自己要自强 第二个要反对侵略 那第三个呢 就要世界大同 要能够记录福情 那今天各位回想一下 在世界动乱的时代里面 我们不觉得这样的思想 实在是非常前卫吗 虽然了不起的时候 他看到民权主义 看到西方这种权贵 跟资本家的结合 而造成的西方 所谓的民族 其实是少数人 所掌权的 孙中山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读过了 他有五权宪法 用监察 考试 来弥补西方三权分立 所造成的不足 那更了不起的地方 孙中山说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共和国 他为什么要民国 不用共和这两个字呢 他说因为我们要有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 这是个直接的民权 所以换言之 孙中山一方面用直接的民权 一方面用监察跟考试 这两个制度的设计 让我们的民权主义 能够真正做到一个非常完善的民权主义 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我们看孙中山谈到自由民主博爱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民主 不是强调平等 大家还记得吧 什么叫做平等 有真平等 有假平等 有不平等 孙中山当然了解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可是更了不起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孙中山怎么去谈平等 他说每个人的才智都不一样的 你给每个人的机会平等 每个人也不见得能真正的平等 所以我感受我最深的 就是孙中山讲的说 真的的平等是什么 就是能力强的人要服千百万人之物 你能力越大的人越要对社会去造福 各位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你要讲平等的过程中 我们有能力的人多为国家多为社区多去奉献 这才是真正让社会做到 让弱势得到他们需要的照顾 我们看到民生主义 当时孙中山看到中国百废待兴 那他听说他的民生主义 包括十一住行 包括实业计划 希望社会能够走向一个军富 各位西方的资本主义强调的富 社会主义强调的军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强调军富的 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 各位这真是了不起 这原来是我们中华民国最宝贵的资产 但是曾几何时 各位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的国家哪个政治人物还在谈三民主义吗 好像觉得三民主义是一个成就的 是个过时的东西 它真的成就吗 真的过时吗 还是你真的跟不懂 我们很可惜了 我们中国国民党 从里面会开始 我们把三民主义遗弃了 1990年代开始 回到台湾来很多自由主义的学者 个人主义挂帅 认为三民主义不重要了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中华民国先把第一条 基于三民主义为 民有民智民想的民主共和国 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精神 三民主义哪一点过时 它完全具有前瞻性 各位 我们今天国家处在这个困难 包括中国国民党 的确我们的主义是丧失的 我们的精神是苍白的 我们的灵魂是空洞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谈思想 不谈主义 不谈理念 我们学的就是后现代 要解构所有的思想 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的依规在什么地方呢 刚刚王先生讲的也非常好 我自己也常常在外面讲 我说今天两岸关系 最大的共识 不是九二共识而已 有一个比九二共识 更大的共识 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 孙中山是两岸最大的共识啊 这个为什么资产要把它丢掉呢 孙中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 也是两岸互动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今天中国大陆的确走得非常好 在民主主义方面自强了 一带一路另外一个同意志 其实也就是寄若福情 也就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民生主义大陆也在推动 整个一个脱皮的计划 经济发展也成为世界的击兔了 可是有一点 我们跟大陆互动过程中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共产党还是把马列主义挂在嘴边 马克思列宁主义 各位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毕竟是个外来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解决的问题呢 其实孙中山的思想里面 三民主义完全可以解决 马列主义的问题 怎么讲 各位马克思所强调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从民生主义 我们可以解决啊 孙中山不是讲过吗 共产主义属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各位民生主义 完完全全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 那列宁主义怎么办 北京为什么主张列宁主义 因为列宁主义强调是一党专政啊 那我们当然了解 在民主的过程中 不是一处可及的 但是孙中山讲过 我们有经过训政 军政 训政跟宪政 或许中国大陆现在 在走向民主 全面民主化的过程中 一党专政 在孙中山的思考 它只是个训政时期 宣政时期必然还要走向全面的宪政时期的 当然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要检讨 我们的民权主义走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的选举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真正有把民权主义做得好吗 所以我觉得两岸是一个互相弥补 互相竞争 互相合作的一个阶段 但是站在台湾方面 我们必须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的发展 有一个全面性的破坏 比如我们今天如何先来解决两岸的敌对问题 从两岸的敌对走向和平 从两岸的和平走向融合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到底统一怎么办 北京已经提出它的主张了 统一以后就是一国两制 这是从主权跟国家领土的角度来思考 北京当然也可以它的主张 难道我们台湾不能有台湾的主张吗 我认为我们中国国民党 或者我们中华民国 当然可以主张和平统一后的政治安排 我们的政治安排主张是什么 孙中山思想 孙中山在所有思想 孙中山的制度可以作为统一后的政治安排 我们彼此间可以对话 我们对话如何在民主主义方面 我们台湾自己要努力 如果我们今天认同都出了问题 那两岸可能就不会有和平的发展了 台湾人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困难呢 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们在民权主义方面 我们台湾要贯彻我们的武权宪法 我们要贯彻我们的直接民权 这对台湾好对大陆不也是一个启示吗 在民生主义的方面 我们不应该做到军富吗 我们台湾不要让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要贫富差距逐渐的减小 我们整个 记得孙中山讲的 有很多的企业 它是不能够交给民间的 因为它牵涉到全民的生活的福祉 我们从东欧看得很清楚 所谓的全面的民营化 其实全面的财团化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现在台湾经济也碰到一些问题 在整个过程中 请重新回来 把民生主义好好再看一看 以人民的生活福祉为首要的考量 各位两岸如果都能够从民权民生 民族是三个角度去迈进 两岸何尝不能够找到交集点呢 所以我始终认为说 孙中山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 孙中山的思想是两岸和平统一 必须要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在这样的基础下 两岸开始政治对话 何从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孙中山很了不起 20世纪推翻了满清 建立了民国 也建立了中华民国 我希望孙中山思想 能够对21世纪的中华民族 还有贡献 就是让两岸的和平 两岸共同地找到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的期许 也是我的期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